来看看新闻网 完全是友人在幕后操作 这三个月 所有大部分 基本上是99%的嘉宾 是我自己找的 我说我找你好吗 他说好 然后我回公司说我想找他 不要了 你不要找他 我说得了 他说我会找他 保姆找他了 因为我譬如我跟你熟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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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吴奇力这一下被起得不轻 因为回归香港娱乐圈之后的 这三个月对吴奇力来说 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1990年 吴奇力参加了亚洲小姐的选举 并一举夺冠 之后便加入了TVB 成为当家花旦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 2002年 吴奇力与成龙的一段婚外情 让她一时深陷舆论压力的漩涡 而与成龙所生的小龙女的 身世质疑 也让吴奇力最后决定 远离香港这个伤心地 之后的11年 一直独自带着女儿在上海生活 也不想特别去解释了 因为我还是很正常地过我自己的生活 2012年8月 吴奇力带着女儿高调回到香港生活工作 与香港著名的商业电台 签订了工作协议 8月27日 吴奇力取代扎小新主持的访谈节目 并连同TVB高层陈志云爱讲梁太 主持访谈新节目《一圈圈》 回归后的事业发展还算顺利 只是在主持了一圈圈三个月之后 还在试用期的吴奇力 就被商业电台解除了合约关系 引发了圈内不小的震动 香港媒体报道 对此商业电台方面回应称 吴奇力在试用期被扫地出门的原因 是因为吴奇力在主持节目时 临场表现欠佳 邀请的嘉宾过时 而这样的说法显然很难让吴奇力接受 与此同时也有知情人士爆料称 隐退香港娱乐圈十一年之久的吴奇力 之所以能一复出便挤走扎小金 接棒黄金档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 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商业电台 想在吴奇力刚刚回归之时 再次炒作她当年与成龙的那段旧情为卖点 以此来提高新节目的关注度和收视率 之后节目一切上了正轨 制片方便联络 因为采访了众多影帝而名造一时的主持人 李芷山取代吴奇力 自从今年8月复出以来 吴奇力就一直麻烦缠身 除了主持的节目遭诟病外 吴奇力复出的第一部电视剧 也未能逃脱被开算的命运 今年参演TVB重头戏雷霆扫毒的吴奇力 与戏骨疾人物苗巧韦演对手戏 而就在拍摄期间 吴奇力复出不在状态 片场长打哈欠 成剧组NG王的消息和曝光照片 在媒体上层出不穷 令吴奇力很费解 而最让吴奇力深感气愤 却又百口莫辩的是 今年11月 吴奇力竟然卷入了一场 香港娱乐圈 人人自威的不雅视频风波 报道称雷霆扫毒的两位演员相约外出 举止过分亲拟 还被狗仔队拍到了不雅视频 而在各种媒体的 刘病毒… さん中文